欢赏中庭中间种满绿树 新竹竹北这间社区大楼 因为临近高铁站交通方便 即使屋龄超过17年 但中股价还是居高不下 不过有工程师买下一户后 却发现坪数缩水了 怪我这边自己不看清楚合约 然后做错的还要怪谁 他们认为说 我的一百多万的损失跟他们无关 他们其实态度还是蛮恶劣的 原来高兴工程师在去年10月 花了一千三百万 买下这里一间57坪的房子 没想到事后上网一查 发现实价登陆只有51坪 真正少了将近6坪 损失150万 工程师越说越生气 因为对方不仅不认错 还想推卸责任 房众也坦承输失物质评述 但强调签约时已经更正 客户是在正确评述下签约 也表示会持续协调 后续补偿 中介应该也有违反保护他人 华丽的行为 所以他应该也有清潜行为 多少保管认定房众有输失 依法没收中介服务费27万 对此房众业者也发表声明 针对评述介绍错误 加盟店也释出最大善意 愿意以原价买回但没有办法 和客户达成共识 因此工程师决定告上法院 进行民事求偿 希望可以讨回百万损失 三宣张好一席商与新竹 长报道 请不吝点赞 尽